编译卢永山综合报道 根据比特币交易网站CoinDesk 上周六比特币价格突破6100美元 约薪台币185,000元 一度触席6147,07美元 创历史新高纪录 今年以来比特币价格大涨于500% 而根据CNBC调查 近半数受访者预估 比特币可能上看1万美元 约薪台币30万2千元 比特币大涨 主要因为比特币可能再度分裂 导致新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黄金Bitcoin Code诞生 持有比特币者 在比特币黄金发行时 将能获得一些比特币黄金 但加密货币基金Tetros Capital 创办合伙人桑纳伯格 Alex桑纳伯表示 比特币投资人押注 即便比特币再度进行分裂 比特币仍能保持其地位 比特币在今年8月已进行过一次分裂 当时诞生了新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现金Bitcoin Cash 尽管如此 比特币价格持续强势上涨 即使摩根大通执行长迪蒙称比特币是一种诈欺 投资比特币的人是笨蛋 但很多投资人仍看好比特币 根据CNBC对23,118人所做的调查 49%说访者认为比特币价格上看1万美元 显避显基金经理人 诺沃格拉兹 Michael Novigratz也持同样看法 认为未来6至10个月比特币价格将涨至1万美元 针对迪蒙对比特币的批评 仅35%受访者支持他的看法 16%认为比特币价格将介于60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间 除了迪蒙瑞士银行日前发布报告批评 比特币是个投机泡沫不可能与真实货币相比 高盛也说加密货币并非青黄金